當你喜歡的角色而加倍 但是你卻抽到別隻 我們稱之為了歪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虛雲的實況 我是虛骨蠣 今天我們晚一點 Navlifus Good Ride Festival All Stars 沒錯我們今天又要來抽卡啦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抽的就是這個 這個因為紅團第二季開播 紅團動畫第二季開播的關係喔 他其實從第一季開播開始 他每一集都會 就是每個禮拜六都會發一張這個 紅團BUR一張的十連抽券 那我們之前有抽掉可能是四張還是三張吧 應該是四張喔 那他已經全部送完啦 這裡就表示紅團的第二季已經播完啦 對播到最後一集都有送喔 所以呢 嗯我不確定欸應該是十二張左右吧 然後我之前有抽掉幾張喔 就之前幾次這個S實況 只要我身上有就會抽掉嘛 那 嗯 這邊呢我又 囤了八張 後來沒什麼抽 就囤了八個禮拜八張嘛 那我們把這八張抽掉 總共是八十抽的機會 那 至少會出八張UR啦 但是 是普遲的紅團角色 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欸 就看我比較喜歡的那個 你知道 黎奈跟Cosme 能不能加幾個圖之類的吧 因為我也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 我還有誰是沒抽到的 然後又特別想要的 對啊 那 這個也是會抽到 藍珠跟蜜亞的喔 就看 對這個一定會出UR的 就看會不會抽到喔 來喔兩UR 不錯的開始喔 有一張是一定會出的 是西斯科嗎 喔是 這張我有了 欸這個是抽的喔 一圖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抽到第一張 欸我覺得他綁這個法金實在不錯欸 他另一邊有綁嗎 他好像只有綁一邊 我還蠻喜歡 綁兩邊的話 我蠻喜歡這個法金的 欸最近很多VTuber都會綁這個法金 就是旁邊兩個小便便的 介於雙馬尾跟沒有雙馬尾之間 好啦我們來聊一件事情喔 就是紅團的動畫剛播完嘛 第二季 然後 你們知道嗎 我還沒開始看 紅團第二季動畫 我從第一集開始都還沒開始看 那原因就是因為 我最近在做一份工作嘛 然後你們知道 好我們看這是誰 恩 喔又是西斯科 我剛剛就在猜就是西斯科 而且只有我幾圖啦 欸已經三圖了欸 抽好幾次了 比較可惜喔 他覺醒就不是泳裝了 欸對欸他應該 這遊戲應該快要出泳裝了吧 已經快7月了 然後今年可能又會出課金泳裝 我會看啦 我會看是 長什麼樣子 在決定 就是有沒有讓我想要之類的 對啊 而且我最近也不是很想課這個遊戲了 呵呵呵 我們剛剛講到說 就是 我我因為工作嘛 然後工作就很煩阿 禮拜 禮拜一到六都要 都要 都要去 對 然後 就很累 然後 你們知道 我新團其實 也還沒看 我新團看了三集吧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誰也要再拒絕一下 很像愛姐 我有把那個 我有把 就是 因為我發現我前一次錄影 那個 voice 就是 角色說話的聲音都 特別大聲 然後音樂跟音效比較小聲 就是那個 講話的聲音可能 角色的講話的聲音可能 比我講話的聲音還要大聲 所以我就 有調巧阿 但是 我自己在現場聽到的聲音 就很小 你們聽到很大聲 我自己錄的時候 聽得到聲音很小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是很會 分辨角色了 所以我們現在抽到 兩個西子可 一個愛姐嗎 欸我發現我好像蠻會抽西子可的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我們剛剛講到嘛 就是 反正 因為 不過 我們先講喔 就是前面這段時間 我就是 每天回家 就是 就很累 就 就 只想休息 然後 然後 手遊每次解一解 我就想去睡覺了 對 所以 我一直沒有時間可以靜下心來 去 看動畫 不是只有 Love Life喔 Love Life應該是我最優先想要補的動畫 我有 很多很想補的動畫 在這四個月 都沒有再補了 其實老實講 我在 讀研究 可能差不多大二開始吧 我就已經其實沒有追翻的習慣了 欸你有兩張 三張 哇我已經 我已經累積六張優畫了 呵 好 喔這張我有了 真的是 她的第一張優畫喔 地圖 我們確定是不是第一個出的 雨的季節也是 你們也很愛你 不夢阿 我不確定 我現在聽到的聲音都很小的 欸我剛剛講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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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欸 完蛋我想不起來 好 我在大二開始 我就 開始沒有補班的習慣 就是真的會讓我 一定想要去補的 就是 Love Life 對 這是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是誰 好名字就看到愛囉 欸我也蠻會抽愛 哼 艾傑的 喔這個我沒有 好 好我剛剛講到說 對 就是 大概就是 我很認真會去補的就是 紅管嘛 因為大學的時候 大學 那個時候好像還有鬼團第二季 那個我一定會補阿 就是一出就補 但是其實很多 新番 我都沒有補 就是 我記得我在高中 到大一的時候 我補番是 我只要看了一下有興趣 我就補 然後是 就是每個禮拜準時追 對 但是後來慢慢沒有 這麼 這麼瘋了 就是 這麼有動力 那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原因 主要 是我越來越忙 然後 呃我 這就是我想跟各位看完討論點 就是 恩 我先看這張是誰喔 這好像是A嗎 就是 我在補番的時候 我是會很認真的去看 就是 對 然後OPDD也不會跳 然後 我一定是 就是 當下我就只做補番這件事情 因為有一些人 他們會邊 看翻邊 吃東西 或是 邊看翻邊 滑手機 那我都不會 那 這也牽扯到 我看Youtube影片也是 就是 我就會認真看 那頂多就是 看VTuber直播 我會做別的事情 邊聽台邊做別的事情 我當 我把它當作業BGM在進來 恩 可以怎麼講吧 就有時候 當作業BGM在進 那 咳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呢 就會變成說 如果說我很忙 我要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 做作業做報告 甚至到後來 做研究所的東西 到後來 痾 單純只是詳解 手遊美日 我就不會補番 只要我發現 我做這些事情 我就把我的時間用完 我就不會補番 所以 我覺得這個習慣 不一定好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 導致說我前四個月 紅團第二季播了 星團播了 我都沒有補 我就覺得 嘖 好像 好像已經 連帶到我已經有欠了兩季 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可能就是 我最近可能會 找時間補了吧 我覺得這個紅團第二季要看嘛 紅團第二季整個播完 我整個沒看 對不對 我現在想跟你們討論 紅團第二季的東西 我都沒有得討論 我又出三張欸 好扯喔 欸我現在是已經 十張了是不是 喔 就是可愛的卡士姆 這讓我抽過了 三圖了吧 這個是不是可以帶上陣啊 都三圖了欸 對啊三圖 普卡三圖可以帶 帶上陣了嗎 哇 我真的很會抽愛姐 我很會抽愛姐 真的是西子可欸 不知道是不是為什麼 我好像蠻會抽大姐姐的欸 這是跟自己喜歡的屬性相反 就是 像我覺得我SF很會抽惠里亞 然後我AS很會抽國男 對啊 然後紅團變得很會抽愛姐 欸我還沒抽到任何一張 藍珠或是那個 蜜亞的UR 嗯 還有兩張 還是 喔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UR 對所以 我看一下啊 先看是誰 喔又是 KASMI 這個幾圖了 這個應該很多圖了 你看 我抽到KASMI都是抽過的 所以我就說我沒有什麼 特別想要 但是 沒有 好像都有了 那個 黎奈我也不確定 然後今天下午 好像要出 新的FACE 而且還連出 Ruby跟 黎奈 那 我先看有幾張 啊一張 好啦差不多了 我前面真的抽太好了 我看一下誰 是 喔是黎奈 等一下我有這張嗎 我有嗎 喔 沒有 新的黎奈 等一下 我等一下看一下她的 這張的服裝 好 痾 我剛剛講到哪裡 喔那我忘記了 好 痾 總之我覺得我最近可能要更改一下 就是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啦 我其實紅團第二季 我還是想認真看啦 就是 因為我 我會對紅團第二季爆滿高的期待 因為 畢竟 你知道前面AS的劇情 其實真的 老實講啊 主觀來說我覺得根本就是 大變 客觀來講我覺得 這不是個好劇情 真的不是個好劇情 所以 我會 我會很希望看到說 紅團第二季 能夠 抹去 過去的黑歷史 能夠 看到一個好故事 那 學而代之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欸 手有少滑一點 眼書少滑一點 對啊 這樣我才要比較多時間啊 我其實拖延症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之所以沒有辦法 好好的把它翻補完 是因為我的拖延症 我無可否認 如果有人要這樣講 我也無可否認 然後 可能其他的 一些翻吧 我就不講那什麼翻了啦 可能我會 考慮 先做別的事情 先看吧 不然我根本看不完 對啊 還有YouTube影片 欸我看一下喔 先看是誰 這個是A嘛 好 嗯 就是 比方說 我這邊舉一個啦 應該 這邊很多人有看HoloLive 然後 HoloLive的 他不是有個3D的小劇場嗎 就是在HoloLive的 我看是誰 好像是火靈啦 就是 他HoloLive主頻道 都有出小劇場 然後我以前是 剛出就看 然後最近 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就忙到 我連HoloLive小劇場 都沒有看 那明明就 一兩分鐘而已 但是 主要是 他後來越出越多 我就 我就發現越存越多 我就開始沒有方便去看 明明 還蠻有趣蠻好笑的東西 還有像什麼我也說很多 恩 好啦我講一個 你們有看過 反正我很閒嗎 他最新的一集 我到現在還沒看 但是 那個 第二星的我有看啦 然後還有很多一些 我平常會看的YouTuber的影片 最近都沒有看 就是變成說 就在看VTuber直播吧 然後VTuber出影片 我可能也都沒看之類的 因為 影片 我就是有個習慣 是影片我 我就是 全神貫注的看完 這個是我的習慣啦 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樣 然後 反正 結論就是 我覺得至少 紅團第二季 看完吧 然後 反正就抽時間啦 真的要抽時間 我要犧牲一些 做別的事情的時間 這個是 呼夢嗎 有發現我剛開始 玩AS的時候 我還不太會聽 紅團的聲音 我現在好像越來越準 我今天好像還沒猜錯過對不對 好 好 這個 這個 是 這次哪 那個 決賽 不過我這個是先看才出來了 然後 我今天這個Mine好像就是 一張艾傑 一張Lina嗎 好像是吧 其他好像都是圖而已 就是 其實我紅團的卡 圖卡已經拿很多了 喔 我們剛剛有一個東西聊到一半 喔 這個 看紙還不錯欸 呃 就是 我說今天下午會出Bass嗎 然後是Lina跟Ruby 我覺得還蠻狠的欸 因為我最近一直抽爆啊 然後前陣子才出那個嘛 Bass的Niko 然後我直接ALL IN啊沒抽到 那LiNine我看了一下 雖然LiNine很可愛 但是沒有到我想抽爆的程度 然後Ruby的話是 Ruby 可能也不會 我覺得Ruby可能要看一下3D服裝 我再決定 因為我看了卡麥我覺得還好 我可能要看一下3D服裝 LiNine我應該確定會Pass啊 我覺得LiNine 他的第一張Face好看太多了 就至少比較符合我的胃口 好啦我今天是抽了 我不知道十幾張吧 好扯 最少八張我抽了十幾張 好我要看一下那個 我想看一下LiNine 就是有一個 不知道是在水族館還是怎樣 我想看一下他的服裝 這張 好可以 我的道具沒有不夠的問題 喔是那個嗎 和服嗎 我不確定算不算和服啦 和風風格的 欸這樣卡麵其實還不錯欸 真的蠻好看的欸 我發現這張可能不輸我之前想要那個 旋轉木馬那一張 卡麵還不錯啊 服裝 服裝差不多吧 這張卡麵可能 我覺得這張當封面啦好不好 這張當封面好看欸 那還不錯欸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啦 就是跟大家淺談一下啦 我相信各位看光應該 那個 紅團第二季早就看完了吧 然後星團第一季也是喔 而且星團要播第二季 然後最近那個水團還要出一個 就是那個RPG風格的動畫 那個我很期待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RPG風格的東西 包含那個 那個啦 民族風格 這個叫民族風格嗎 就是民族風音樂 民族風那個 就是有點類似那個 異世界的感覺 那個我很喜歡 所以我為什麼那麼喜歡 Reflect Beats 他到第六代的時候 出那個 Youjo no Reflexia UQ no Reflexia 那個風格我整個就很愛 我很喜歡那種 RPG的感覺 所以那個動畫 我會給很高的期待 不管他 是要認真做還是隨便做 我至少現在先給他很高的期待 就是 不知道各位看光 對於這個水團的 新的 可能算是翻外篇的動畫 要怎麼看也歡迎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 那 紅團第二季 我會趕快看啦 然後接著補新團吧 對阿 這樣我才有辦法 跟你們討論阿 對不對 好啦那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這次的 這個 AS的抽卡實況 先說到這樣 好啦那請我們今天的實況 就先說到這邊好了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也可以喜歡 並且分享 等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也可以訂閱 從現在開始成為 看到影片的鍵盤 可以在影片下方 可以在影片下方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幫訂閱 我們訂閱追蹤 還有IG 好的那下方我們就 下次再見了 白米